自从2018年3月11日 我们成立布道所以来 我们教会每一个主日 开始都会宣读我们的意象跟使命 对吧 大家还记得我们的意象是一段经文 是不是 然后使命就是 我们为了让这一个 意象 这一个经文能够在我们身上 以及我们教会实现出来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要做这件事 大家还会被我们的使命吗 第一句叫做 呈现真实的自己 好 就被第一句就好 这句话是当时 在2018年 我们还没有开始布道所之前 我们有多次同工们在一起 交通 聊天 说我们要成立怎么样的教会呢 你知道基督新教 基督教会 从最有形式的 到最没有形式的 是它的光谱是非常的大 最有形式的 可以就是英国国教 英国国教 叫做Anglican 或者我们现在台湾叫做圣公会 那Anglican 那他们就还有很多的形式 一直到光谱的最 另外一边的极端 是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 那我们已经在一个教会里面 这么多年 我们出来的 就从临生南路 出来做布道所的 我们说我们要成为 怎么样的教会呢 你出去的时候 你要有个方向嘛 你说要往屏东走 还是要往基隆走 这个你要先做决定 因为你一开步之后呢 不行你就要转弯 那就要回头 就要花更多的时间 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时间讨论 那当然因为当时 有负担出来的 是叶光周长老 那个时候不叫长老 那我们就说 好我们几个人就讨论 他把他心目中的教会 描述出来之后 第一个我非常喜欢 第二个我非常害怕 因为他正在走一条 或者他想要做一件事情 是我认为是我们基督信仰的 最重要的核心 但是却是最困难的事 那就是我们的第一句话 他说呈现真实的 我当时就在想说 你把这句话放第一句话 大家都很难久留 你听得懂吗 大家都很难待下来了 呈现真实的自己 我们很难留下来了 可是这正是基督信仰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只有当我们 认识真实的自己 没有隐藏真实的自己 又把自己表现出来之后 我告诉你会得罪很多人 令别人生气讨厌 你太好别人也不高兴 对吗 你太差别人 又不要跟你在一起 然后这些人通通放在一起 人数会多吗 不会多 所以其实要走一条很难的路 可是因为我自己信耶稣的过程 的起步 就是因为我发现 起步 就是因为我发现 我里面一个人 跟外面一个人 他不是一个人 就是说 别人看到我 跟我真正的自己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距离 所以当然这中间 有很长的过程 我一直在摸索 我一直在摸索 我发现说 如果我要把我自己 全部给别人看见 那我宁愿不要跟别人交往 有的时候 我也觉得自己很好 我跟他交往 我吃亏了 我花不来 有的时候 我跟一些人在一起 把我自己彰显出来 显明出来 别人会不喜欢我 我也害怕 所以当光州 这样决定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有一个 很奇怪的感觉 第一 他说不定会变成一个 成长最快的教会 因为大家想要这个东西 可是他也可能是另外一面 就是大家都害怕 所以昨天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 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 我就说 各位想想 在我们当中的一些人 后来有一些人离开 你想想看他是怎么样的人 我这样讲的时候 并不一定表示 走的人都一定不对 他不愿意面对自己 我也不一定这样表明 说明他们看到我们 他们不喜欢我们 因为我们太呈现真实的自己了 所以这里面有一些 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 但是我必须告诉各位 把自己真正的认知 并表现出来 是基督信仰一个最重要的 对于这个人的 一个期望之一 那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经文 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二节 我要讲活水的生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基督信仰彰显在我们身上的生命 要我们表现出来 也就是我们说呈现真实的 自己的这个自己的那个生命 到底是个怎么样的生命 耶稣自己说 自己说 说这个生命叫做活水的生命 如活水的生命 你现在想想看活水跟死水的差距是什么 你们看过那个河流吗 因为我是农村长大的 乡下长大的孩子 你知道那个河水跟死水的差距非常大 我小时候到河里面去 我以为河里面有一些是这个虾子 虾子 很小一只嘛 后来我才知道它不是虾子 它是蜻蜓的幼虫 后来就 蜻蜓的幼虫怎么叫绝绝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它看起来竟然像虾子 你们如果不是农村长大的孩子 也不必懂这个东西 我只是告诉你 我很惊讶 原来水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养出来 可是活水可以养的东西很多 死水可以养的东西不多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活水的生命 我不知道 今天耶稣要来讲 祂的所谓的活水的生命 是怎么样的生命 好 有一次耶稣到了撒玛利亚去 祂就碰到一个妇人 祂就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 说了一段话 对吗 后来祂的门徒也回来了 因为祂门徒跟耶稣在一起 他们大家肚子饿了 他们就去买 耶稣说我就不去了 你们去买 有事弟子福其劳 我坐在这边 其实祂在等那个妇人 后来跟那个妇人聊完天之后 那些门徒也回来了 有一句话是耶稣告诉那个妇人的 祂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就是恩典 并和对你说给我喝水的是谁 因为祂叫那个妇人给她喝水 然后那个妇人就讲了一些话 耶稣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典是怎么样 而且跟你说给我喝水的是谁 祂就说是我 祂说你早就求我了 我也必早给你什么 活水 所以祂说如果你求我 我是跟你要水喝 可是如果你求我 我给你活水 就是这个活水的生命 其实事实上 耶稣基督讲的活水 就是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命往返的永生 永生这个词 其实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 为了表明 跟短暂的生命做对比 而翻成永生 其实这样翻不是太好 就是会让我们以为 那个永生是不会死的 会误会这个身体不会死 不是 其实那个就是生命 不致灭亡 反得生命 耶稣说 不是 约翰明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灭亡 反得生命 反得生命 所以祂讲的这个生命 就是祂要给我们的生命 这个祂要给我们的生命 不是我们现在这个生命 因为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就是灵 换句话说 换句话说 我简单地讲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仅有肉身的生命 这个我们都有了 我们当时还有人 后来就信耶稣了 对吗 我也是 我是早期就信耶稣的 一九七几年 我信耶稣了 我信耶稣了 后来我就 对不起 不是七几 对对对 一九七几年 我信耶稣 后来我就受洗了 成为基督徒 我后来得的那个生命 就是不是我父母 给我的那个生命 我后来得的那个灵生命 得那一个生命 我们都慢慢地经历过了 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我们会感觉说 原来有一个这个生命 可是你觉得里面会有一些拉扯 所以今天我要专心地来跟你们讲 不是这个肉身的生命 是那个灵的生命 是怎么样生命呢 那个叫做活水的生命 那么活水的生命 到底是赐给谁呢 赐给谁呢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 要给我们的生命 是赐给谁呢 其实是赐给愿意领受的人 愿意领受的人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神爱是人生 将他的独生赐给他们 叫一切什么他的 信他的 这里说这个永生 这个生命 这个活水的生命 是给谁呢 叫一切什么 信他的 这什么叫做信呢 信就是接受 就接受 叫一切信他的 就是接受 所以这个活水的生命 其实是这样 耶稣说 你给我水喝好吗 其实耶稣是要跟他讲话 后来讲了半天 耶稣说 你如果知道我是谁 你就求我了 你只要一求我 我就把活水给你 所以只要我们当中 任何一个人说 我要 你要知道这个我要这个东西 我要这个东西是 是绝大多数东西 你得着的前提 对不对 对不对 绝大多数得到的前提 昨天我去证婚 其实昨天有好几个聚会 一个是我们 我们教会 余国定弟兄的父亲的 追世礼拜 在台中 那我的老师 我的恩师 昨天有追世礼拜 那但是因为 有一对男女朋友 从欧洲回来 一个是在意大利过来 一个是在德国过来 然后在台湾认识 然后在台湾要结婚 他们找不到 比较他们比较认识的人 所以我就去帮他们证婚 我就去帮他们证婚 那我证婚 除了自己谈以外 我都有个习惯 就是结婚的那一天早上 我会叫他们说 你们要早半个小时到 因为这样他也安心 然后我就会去找新娘 跟新郎 都单独的 我看到新郎站在那边 他在那边接待 然后他站在那边 没有事的时候走过去 我说 我就跟那个新 昨天是先跟新娘 我就问他们说 新娘在哪里 因为通常会在一个地方 还在补妆 马上要上场了 今生最欢喜的事 也是最悲哀的 开始第一天 对吗 他们都不知道了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都只知道前半段 后半段并不知道 对不对 然后我就会 我就跟他们说 新娘在哪里 他说在三楼的化妆室 我就说好 我就进去了 我进去了 只有化妆室在那边 其他人都出去了 我就对那个新娘说 我说我问你 马上要结婚了 恭喜你啊 他说 我说我问你最后一句话 他说好 我说你确定要结婚吗 你知道吗 通常 我这个问了一百多对了 所以我已经很习惯了 他看着我 真的要结婚啊 我说不结婚没关系 我等一下可以帮你上去宣布 然后就说 我要结婚 我说好 然后我就跑去找新郎 新郎站在门口 在那边 因为已经宾客都到了 剩下几分钟就结婚了 我就过去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丽燕 我说我问你最后一句话 他说什么事 我说你要结婚吗 他说 我说 你真的要取那个耿力吗 他说我是啊 我说你确定 确定 我说等一下 还可以悔改 还可以改变 最后还问你一次 在正式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问这么多次 因为你要 是你得到一个东西 最主要的因素 听得懂吗 你要 是你得到一个东西 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我要这个东西 你到底要不要 这个活水的生命 你要不要 耶稣说 你若找求我 我就找给你了 所以这个活水的生命 怎么样可以得着 就是我要 我要 我要 来我问一下 你们都已经有了吗 对不对 已经有了吗 有了吗 对不对 那我再问一次 要的举手 速度太慢了 你像你这种速度 对不对 越好的东西 速度要越快 对吗 你才拿得到吗 虽然这个永远拿得到 但是我告诉你 要 所以 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活水的生命 是给愿意领受的人 愿意领受的人 好 所以耶稣说 人若喝 我所吃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吃的水 要在他里头成为全员 只永到永生 他现在在 在讲那个活水的生命 是怎么样的生命 他说永远不可 这个等一下 我还会再慢慢处理 永远不可 就是当你有这个生命的时候 你就会指那个生 你的生命就会 源源不断地出来 你只要不要把它堵住 它就会出来 它会自己长出来 你说那这个要的人 一定要具备什么条件吗 答案就是没有条件 你说坏人可以要吗 可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这个女人 就是一个当时所谓的坏人 第四章约翰福音 讲的这个女人就是坏人 第一个 她是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 当时是有 还有种族歧视的 现在大家表面 都没有种族歧视了 心里面都还是有种族歧视 对不对 可是当时是种族歧视 这是公开种族歧视的 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 讲话的 看都玷污了我的眼 还说要叫你把水给我喝 你摸过的水我都不喝啊 可是 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 你可以 然后她还是一个女人 那个时候男女也有 也有 也有区别的 男尊女卑 耶稣说 你怎么可以跟我一个撒玛利亚 女人要水喝呢 所以她不仅是一个 而且 如果你读过这段圣经 你就知道 她有五个丈夫 现在有的还不是她的 也蛮厉害的 我想她一定长得很 很漂亮 因为这是第一个 男人会上钩的原因 对不对 她一定长得很漂亮 不然怎么可能一个一个换呢 五个耶 现在是第六个耶 所以她在道德上 可能有瑕疵 我们这样讲 所以她是一个最不合适 在我们的观念里面 qualify的人 最不合格的人 相对于第三章 所以你知道第三章 是一个 尼克迪姆对不对 第一个她是犹太人 第二个她是一个男人 第三个她是一个法利赛人 那就是道德好的人 所以这三个她都具备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三个都没具备 可是耶稣不仅跟 尼克迪姆传福音 她也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 而这个尼克迪姆 是跑去找耶稣的 对吗 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是耶稣跑去找她的 听得懂这个差距吗 意思是说 相对之下 觉得自己qualify的人 去找耶稣 跟耶稣要找的人 就让我们知道 刚才讲的那句话 请问这个活水的生命 是给谁的 愿意领受的人 愿意领受的人 只要你愿意领受 不管好人坏人 就都可以了 好 现在我下面要花一点点时间 跟你们讲说 那这个活水的生命 有什么特征 有什么特征 就是这个活水的生命 有什么特征 当你得到这个生命之后 你应该会有什么感觉 或者会有什么真实的一个得着 这也是我们说 呈现真实的自己 之后 我们会慢慢 体会到的 那个真实的自己 是怎么样的自己 我们当中有些人 已经信耶稣很多年了 有些人刚刚开始 但没关系 这些如果你已经很多年了 可能你已经知道 我有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你刚刚信耶稣 我会告诉你 这就是你将来会有的 而且他会一直有 会一直有 第一 第一 活水的生命 是胜过物质需要的生命 你不要看这个很简单的 这句话叫做 活水的生命 是胜过物质需要的生命 也就是这一个生命 这一个生命的重要性 会比我们对于物质的需要 还更宝贵 还更真实 还更让你感觉到满足 你不要误会 我一点都不仇富 我还蛮喜欢富有的 可是 当我们如果只是维持一个 基本的生命的时候 却不需要很富有 对吗 请问这次土耳其地震 里面有没有死穷人 有没有死有钱人 有没有死 没有功劳的人 有没有死 一个排球队 那个是对国家很重要的 它好像是国家排球队 是不是 是不是国家排球队 是啊 它里面有死一些人 可是我问你 当你都埋在那里面 你没有马上死 你埋在里面的时候 钱有用吗 我问你 你有没有办法 送一个资料出去 说我这里比较有钱 谁先来救我 没有用 因为你是埋在最深的地方 不是我不去救你 你有钱也救不了你 各地的救援队都去 物资一直进去 先救谁 没把握 有钱的不一定会拿到 这个机会 可是当我们快要面临死亡的时候 什么才是最基本的呢 你知道有一个 我都是简单看 我没有仔细看 听说有一个孩子 喝了自己的尿 喝了四天 他被挖出来的时候 他喝了自己的尿 喝了四天 他活下来了 所以我请问你 我们身体最需要的是什么 水嘛 水嘛 当我们说 耶稣说活水的生命的时候 他是拿水来说的 来我们来读 三十四节 今天你们第一次开始念圣经了 预备 请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 如果我们只是读圣经 你不会了解 这个有多么的宝贵 可是当你被埋在地里面 你的问题就是 我哪里弄到水 对吗 他说 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吃的水 就永远不渴 你没比较的时候 是没有差距了 有比较才有差距吧 现在我们讲 喝水很简单 你到外面就有了 你人家口渴吗 站起来到外面去 就有水喝了 可是到一个场合 你没有水的时候怎么办 所以维持我们生命 最基础的 最基本的就是水 就是水 可是耶稣说他拿水做比喻的时候 他说 他说你喝这个水还要再渴 可是我如果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你就永远不渴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永远不渴 当然不是指这个口渴 这个永远不渴 比那个口渴还要重要的 就是你内心有一种满足 有一种喜乐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生气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难过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孤单过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最近有一个人 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弟兄 发了一个故事给我 我觉得很好 对我来说帮助很大 你们知道法国有一个 叫做卢梭这个人吗 他在各个领域都很有名 卢梭 卢梭 他年轻的时候 要结婚的时候 他的女朋友 竟然做落跑新娘 所以他就没有结到婚 没有结到婚 他后来有没有结婚 我不知道 可是过了三十年 他就回去的时候 回到他自己的故乡的时候 他的朋友就来找他 说当时把你丢掉的 你的未婚妻 现在很可怜 然后他就说真的 他就说那你可以帮我 把钱拿给他 他说你没有恨他吗 他让你太丢脸了 他说我没有恨他 他说怎么可能 他让你这么丢脸 他说我没有恨他 然后 这个卢梭就讲一句话 他说你想想看 他说 他说怨恨好像一代死老鼠 怨恨好像一代死老鼠 如果我把那个怨恨 带在我身上三十年 你远远就闻到我的味道了 我觉得那个是多大的释放 你知道吗 怨恨好像一代死老鼠 我就把它背起来 他说如果我怨恨 你远远就闻到我的味道了 他最后还是拿钱给那个人说 你把这个钱拿去给我的 那一个以前的那个未婚妻 但是你不要说是我给的 这样他可能就会很伤心 因为他很落魄 因为卢梭后来变得非常有名 有一次我们到瑞士去 然后跨过瑞士的边界 就到了法国的边界 那就卢梭的故乡 我就看了卢梭的那个雕像 以及传说卢梭在那边 写他的那些伟大的文学的那个房子 我去过两次了 我去过两次了 所以当我走到卢梭的时候 我很感动 他就说怨恨好像一代死老鼠 我告诉你不仅怨恨像死老鼠 贪心也像死老鼠 嫉妒也像死老鼠 愤怒也像死老鼠 你拿着一代死老鼠到哪里 都跟着你 你不是很臭吗 所以那种生命 可是你说怨恨放下来容易吗 生气放下来容易吗 你知道我好多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就是因为生气 那我的生气都是别人 没把事情做好了 我随便举例了 这不是真的 比如说我交代洪昌一件事情 或者我们同工们讲好洪昌要做一件事情 然后他做不仅没做 还搞砸你听得懂吗 然后搞砸没关系 搞砸他自己的名誉 损失就算了嘛 还搞砸我的名誉 搞砸我的名誉就算了嘛 搞砸我们团队的名誉 就很生气嘛 然后跟他讲 他还依父说那哪里有这样啊 我气得睡不着觉 所以一代死老鼠就陪我睡了一个晚上 有时候凑不到别人 凑到自己 可是这个生命是胜过这一个的 比水还胜得过 不仅比水胜过 后来耶稣的门徒就回来了嘛 就买了食物回来 他们就门徒跟他说 耶稣吃吧 他说耶稣说 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 他说他有食物吃是 门徒不知道的 所以耶稣是用物质的食物 来比跟自己的生命相比的时候 那个食物比那个生命还要好 所以活水生命是胜过物质需要的生命 我们每次都会关心我们 礼拜天中午有没有 有没有 轻食啦 没有轻食我们还要到外面觅食 对不对 所以轻食比觅食好嘛 所以我们希望有轻食 可是呢如果你不吃的时候呢 你就会肚子饿 可是我们礼拜天中午预备的轻食 都真的很轻 原因是我们一开始就决定了 礼拜天希望大家 轻食完了留下来运动 或者上课 或者我们鼓励你到郊外走走 不要立刻回家 那原因就是把体力再消耗一点点 晚上肚子就会饿 然后就早一点五点多吃饭 六点钟最晚吃完 弄一弄早点休息 因为七日的第一日 就是让你安息用的 灵里面安息 更新身体安息 我们为什么中午弄早一点呢 让你早一点晚上肚子饿 早点吃饭 所以你就知道肚子饿了就一定要 吃饭 因为你不行 你知道你如果吃饭 你不吃饭 那个血糖低的人会冒汗 因为他需要食物 可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生命 第一个是胜过物质需要的生命 我现在讲的是最基本的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我们有的人 还不只是这样 我们还要有钱 那我一直说有钱没有错 要有钱没有错 不能说我不要有钱 可是有钱要花掉你这么多的力气 生命到一个地步 如果你只是为钱 你绝对花不来 你绝对花不来 因为当有一天 你钱都堆在那个地方 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什么都没有 我就用另外一个可以拿来比喻的 叫做享受到 这样可以吗 我不要说你后悔怨恨 你知道钱其实带来很多的麻烦 你要分配也很麻烦 我其实很感谢这些企业家 因为他们做了很大 养活很多人 可是我看到很多企业家 他们真的很辛苦 因为他们对社会有责任 他的公司倒闭 其实会影响很多人 所以有时候我跟这些人在一起 我就为他们祷告 你千万不要倒 你听得懂吗 因为影响很多人 影响很多人 可是如果你很多的钱才到最后 你什么都没有享受到 你都没有看过阳光好好的 你都没有到外面走一走 你都没有 所以我们的教会 我希望我们教会 是很健康的 很平衡的好吗 不要把所有时间拿去赚钱而已 到外面走走 用不到的钱 他们说叫做遗产 那是另外一回事 用不到的钱 都是无意义的 对你 因为你的儿女 他们自己应该想办法 你替他想办法 对他不公平 你知道吗 我这个话是常常在欧洲讲 我刚刚开始去欧洲服事的时候 那边的华人赚很多钱 给儿女留120万欧元 是很正常 给儿女留120万欧元 一个 120万欧元 很正常 可是大家不了解 120万欧元是什么意思 120万欧元 是告诉他的儿子说 120万分成十年 对吧 一年是几万 12万吧 120万就是告诉他的儿子说 你不要工作十年 每一个月还有一万 就是120万吧 我算得对吗 这个要问六姐 六姐速度最快了 十年 你给他十年 每一个月 有一万元的零花钱 他们大陆话说零花钱 我们叫做零用钱 我问你谁还工作 因为这个缘故 我认识很多在欧洲的中国大陆人 就是所谓的华人 儿子很努力的很少 因为他从他爸爸妈妈那边 已经知道了 我至少可以拿120万欧元 我求他们不要把钱留给孩子 因为害死他们了 我这样讲并没有说 你不必留遗产给你的孩子 我完全没这个意思 我只说你要算一下 这样的意义是什么 你要了解这个目的是什么 你说因为台湾的孩子 都买不起房子 所以我给他留一栋房子 我帮他缴了投期款 帮他分期付款 这个没有问题 我不是讲这一个 你帮他做 可是你要知道 你所有没有用到的钱 对你means nothing right 对你嘛 就没有意义啊 那你为什么 要死的时候才来说 我都没有去过巴黎呢 你现在可以去啊 我告诉你 再过几年你就去不了了 原因是你走不动了 你要到欧洲去 你必须要走路啊 你必须要走路 你不走路你就没地方去 因为他们 你走路才看得见 你坐车都看不见什么 你必须要享受 那我这样讲是希望你能平衡 也就是你要怎么样花你的时间 而这样子的生命在你里面 才是健康的 这是第一 第二 这个生命是满足情感意志的生命 这个活水的生命 不仅是满足我们肉体 身体这样的生命 而且要胜过物质的需要 你知道那种满足 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比物质的满足还满足 第二 这个活水的生命 是满足情感意志的生命 这一个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是满足情感意志的生命 我们来看 耶稣跟那个撒马利亚妇人 对话 十六十七十八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你知道我们中文翻译圣经 翻成中文的圣经 读起来有时候都怪怪的 因为没有实态 因为没有实态 耶稣说 你去把你的丈夫叫来 就是你现在去把你的丈夫叫来 那个妇人说 我现在没有丈夫 听得懂吗 她说我没有丈夫 我们中文会理解错误 她说我现在没有丈夫 耶稣说对 你说的对 你说的对 你现在没有丈夫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这样听得懂了 也就是说 她过去有五个 而这个五个丈夫 不一定是那种法律上的丈夫 因为丈夫跟男人是同一个字 你读英文 你读德文 甚至法文 都是一样 我问过这些人 英文我是确定的 说我的男人通常就是我的丈夫 说我的丈夫就是我的男人 在标准用法上 但现在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以为我们要结婚 所以我的男人不一定是丈夫 可是他的意思是一样的 耶稣说把你的丈夫现在叫过来 他说也可以说叫你的男人过来 他说我没有男人的 我没有法定的男人 他说对啊 你现在没有男人是真的 你已经有五个男人了 现在有的不是你的男人 那是什么意思 就你是小三嘛 你现在有的那个是别人的男人 可是你跟他在一起 你把他叫来 他说你这话是真的 很多人在这边讲他的道德问题 我也承认这是道德有问题 可是在这边不只是道德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肉身的声音 不只是需要物质 对不对 我们还有情感的需要 请问你有没有情感的需要 有啊 每一个人都有 当我讲情感的时候 请你不要误会说 一定是男女的情感 我们有没有亲情的需要 昨天呢 我那个女儿跟女婿呢 又说要到我们家来 那我们是真的很开心 然后特别又有孙子孙女 很好玩耶 我就坐在那边 然后看着外面 然后我女儿就 我那个小外孙 外孙女就说 她说我要看鸟 她就坐在那边 那我就赶快坐在隔壁 因为难得有机会 说不定可以抱到她 对不对 她就说那个鸟 她说鸟在哪里 我就跟她讲讲讲 然后我就说 你要不要坐到这边来 因为坐在那个椅子上 我说你要不要坐到我中间来 然后她就说 好 坐过来 不然平常也不一定抱得到 因为小孩子都跑来跑去 对不对 我就抱着她 好舒服 这叫做亲情 这叫做感情 人都有感情的需要 可是这边 这个女人 为什么会一直找男人呢 请你不要误会 以为一定是性的需要 其实不是 她如果有人一直爱她 那是她的安全感 对吗 所以她一个一个的换 不一定大家误会 以为说她是性的需要 其实不是 其实更重要是感情的需要 她需要有一个人在她旁边 她有安全感 这个妇人过去已经有五个人了 她是当那个人离开以后 她又再去找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她需要有存在感 她需要有被爱的感觉 或者她需要有个爱别人的一个状态 你要知道 爱和被爱是人最基本的需要 对吗 除非你压抑它 否则你被爱是一种感觉 请注意听 作为一个丈夫或妻子 你一定要知道 你的妻子或丈夫有被爱的需要 所以你要爱她 同时你也要承认 你有被 你有被爱的需要 因为你的配偶有被爱的需要 所以你有爱人的义务 而我们有被爱的需要 有的人就不肯接受被爱 有啊 有的老人家到后来不肯接受 人家爱她 人家可怜她 这些都是违反人性的 所以我们要学会爱与被爱 其实这个女人就是这样 这个女人就是这样 可是耶稣就叫她把她人 把她的丈夫找来 把她丈夫找来 她就说我没有丈夫 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对你说的对 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可是你有这个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有这个永恒的生命以后 我们有了这个活水的生命以后 我们的感情才得到真正的依靠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没有说 我们不需要有爱人跟被爱的需要 我没有这样讲 就如同我说 这一个生命是胜过物质需要的生命 并不表示你可以不用喝水 不用吃饭嘛 对不对 我只是告诉你说 耶稣把这个拿来对比 是要告诉她说 是要告诉这个撒玛利亚夫人说 其实你最大的依靠就是我 你最大的依靠就是我 你注意听 你注意听 其实人真正的满足 心灵里面那种情感上需要 最大的满足 当然是人来的满足 比狗来的满足还好吧 对不对 那你说没有 有的人爱狗比爱猫 爱狗爱猫比爱人还要更爱 那是因为爱不到人嘛 或没人爱嘛 才要爱狗爱猫嘛 谁有人跟狗来比较的时候 他选择狗呢 没有 那如果有 你受伤了 我只能告诉你 你受伤了 或者你没有拿到那个东西 你才会这样 或者你觉得人不可靠 那狗比较可靠 总之我们都有一个情感的需要 可是这个活水的生命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知道你那个最基础的那个需要 是在他的身上 否则 最后一个结果我可以告诉你了 因为我问你 情感到最后会不会都失去 会不会 会不会 不会啊 第一个失去的是谁啊 通常第一个跟我们最亲近的呢 我们失去的是谁 你们都没有经验 儿女啊 儿女比配偶早失去啊 所以 最近要结婚的 是洪昌的儿子 他快要失去他儿子了 这个很正常啦 这个很合理啊 像我儿子女儿都失去了 我这样讲没有怪他们 你要知道 因为他结了婚 他是不是要以他的丈夫跟妻子 作为第一个需要 是不是 他有空才来找我嘛 他没有空 不应该来找我啊 我不是开玩笑的 我是说真的 只不过太现实 大家不肯接受嘛 可是我们会不会失落呢 当然会失落啊 我把你养到二十几岁 三十岁 对不对 你一结婚就 有事才早 没事不相商量 对不对 这个很正常啊 我们会失去儿女啊 很正常啊 我们会失去儿女啊 然后再来失去谁 通常就再来 就失去父母了嘛 对不对 再来失去谁啊 再来就失去配偶嘛 或者被配偶失去嘛 对不对 你先走嘛 对不对 合理的就是 你最后会生下一个人啊 不然你还生下什么 可是有一个 永远不离开我们的 就是神 对不对 我知道这种道讲出来 你们都不开心 你们都希望 我告诉你们怎么赚钱 怎么升官 怎么富裕 但是我会告诉你 我们信基督之后的 真正的状况就是 我们会一直得着 然后所有得着的 会一直失去 到最后 剩下你一个人 昨天 我虽然没办法去参加 我的恩师 我叫他恩师是真的 我 我把 我把 我写给我的老师的 一篇纪念文 给我的儿女看 我儿子跟我说 我都还记得 好几个 你跟你老师 这个关系 结果昨天 举行追思礼拜 他的 他的女儿起来做见证 我的老师过世97岁 马汉堡先生 97岁 他的女儿说 他心目中 最重要的 是他的学生 好过我们这些儿女 他说我讲这个话 没有抱怨的意思 这是我父亲真实的状况 我的老师60岁开始 60岁开始 我们叫做 我们受过他的论文写作 他是我们的论文指导教授的 我们叫做 诗上书屋的同门 诗上 就是思念上面的诗 我的老师是基督徒 Anglican的 就是 圣公会的 诗上书屋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诗 我们所有的学生 不管基督徒 非基督徒 都知道我们叫做 诗上书屋同门 从他60岁开始 每一年 诗上书屋的同门 每一年都聚会 在他生日的时候 给他庆祝 37年 36年没有改变 有哪个老师做得到这样 有哪个老师 不是他要 是学生帮他做 每10年帮他出一次大集 60岁 70岁 80岁 90岁 每一个学生都写 祝贺论文集 然后发表自己的 法律论文 然后集合成策 祝贺老师 这个厉不厉害 他是台大 前无古人 后一定无来者的 教醉酒的教授 教了52年 他20几岁 不到30岁 就在台大做教授 做老师 一直做到他 真的不能教 他 他的生命是非常 非常的 你知道 是那种 很 很 很特别的 他的生命是一个 是一个很特别的 然后 他 他最后 他的 他的太太比他早过世半年 他的 他的心都在我们这些学生身上 他的女儿说 他爸爸到了很年老 到最后的时候 他 要跟他爸爸讲话 跟他爸爸就已经没有 就不想跟别人讲话 因为他太太过世 半年后他就过世了 在那个半年当中 他的女儿怎么跟他讲话 他都不太理人了 因为他觉得 通通失去了 对 对吗 他最亲的几十年的妻子 也离开了 他97岁了 他太太先走了 所以他就坐在那边 他没有任何的事情 可以引起他的兴趣 你知道他最后 他的女儿 一直跟他讲话 他爸爸都不理他 他就跟他爸爸说 我现在给你猜人名 我讲两个字 你讲最后一个字 看你猜不猜出来是谁 这样 你知道他女儿 昨天就在那个 追死礼拜当中讲 因为下面都是他的学生 很多 连翁月生都是他的学生 翁月生是做司法院大法 司法院大法官 以及还是司法院院长 翁老师都是他的学生 这样子 翁老师也坐在下面 他的女儿就说 我就在我爸爸面前讲说 翁月 然后他爸爸就会说 生 然后理念主 他爸爸会念出来 昨天他就念这几个字 这都是他念的 不是我在这里编的 他女儿念的 因为他们都坐在下面 然后应该是理念主上去 讲他我们的老师 是怎么样一个老师 他就讲他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就是 我们所有的感觉都一样 你知道我们的论文 硕士论文 还有博士论文 他每一个字都改 我常常看到上面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用 六百字的稿子写的 你知道上面有很多 他的铅笔 在上面画 你知道为什么画吗 他打瞌睡 就这样吧 你不知道改做 改成他这样 他这样 我们看到好多 同学们说 你看老师打瞌睡了 不是 打瞌睡还要改 学生的作业 论文 我们是每一个字 他都看过 逗点都帮你改 句点帮你改 就这样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些学生这么爱他 就通通 走啦 最后都没有啦 因为我们这些老师 学生去看老师的时候 老师后来也没办法看我们 你听得懂吗 他已经没有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一个我们永远不会失去的 现在得着到永远 都会一直在的 叫做活水的生命 有一天我们有的 都会离开我们 但有一个不离开我们的 就是活水的生命 是胜过 是满足意志情感的生命 第三 活水的生命 能够唤起良知 唤起良知 这个我简单的跟你讲 当这个妇人 当耶稣叫这个妇人 叫她丈夫也来的时候 她就发现 她讲出来 她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的没有错 你已经有五个了 现在这个还不是你的 你这话是真的 你知道 这个妇人没有跟耶稣辩论说 你乱讲 你不要毁谤我的名誉 我告你 这个妇人没有说 这个妇人没有说 这个妇人默默地 接受耶稣的指责 你要知道到最后 当事情快要结束的时候 这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跑去城里面 大声告诉所有城里面的人说 说什么呢 这个经文说 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他跑去城里跟大家讲说 这个人把我过去所说的一切事 都说出来了 他说这个人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要来的那个基督吗 你就知道他承认他所做的事情 你知道他为什么中午来打水吗 因为他们通常是清晨跟傍晚来打水 只有他一个人中午来打水 因为见不得人 不想见人 或者人家会骂他是见人 对吗 他抢人家的丈夫 他很可能是 整个城里面 大家讨厌的女人 我是女人讨厌的女人 或者是很多做妻子 害怕的女人 可是他跑去跟别人说 他把我过去所做的一切事 都说出来了 然后看到有一个人 就跟他说 对不起 我当时把你的先生拐走了 都是我不好 我问你 一个人怎么会这样转变呢 是因为耶稣唤起了他的良知 如果你信耶稣之后 你的良知没有变得更敏锐 你要担心你只是进到一个宗教里面 宗教不叫人良知改变 信耶稣一定叫你的良知敏锐 为什么在这边 我们所呈现真实的自己 很多人会没办法在这边聚会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一直面对良心的责备 可是他不肯去面对 他只好离开 不然怎么办呢 对不对 跟你们在一起都玩真的 对不起 我们教会是玩真的 没有要玩假的 你说那我怎么办呢 慢慢来 慢慢来 也没叫你今天就全部都弄好 我到今天也没有弄好 我到今天还有很多 我自己都不喜欢的自己 可是我肯面对 因为他会唤起我的良知 然后这个女人当然比我们更勇敢 对不对 他就跑去跟别人说 我做的事情都被耶稣发现了 难道这个人就是基督吗 我们慢慢来 我年轻的时候 就很想做牧师 所以我最近一直提到 我老师 因为老师最近过世 他是 你知道他是 我是他私上书屋 大概唯一的叛徒 就是我没有走法律的路线 他对我们都有规划的 他收我们做学生的时候 都说了 你将来要好好的走这条路吗 我说愿意 然后就跟他 后来他就跟我说 那他不让我写宪法 因为他说你的个性太强 当时还是戒严时期 你知道他说你个性太强 你会弄 最后写一个宪法出来 跟政府对着干的那一种 所以你不可以写 所以给我写国际司法 连公法都不给我写 司法还叫我写婚姻 你知道吗 后来还写婚姻的财产 将来离婚的时候 怎么分财产 你知道吗 就叫我写这种 这么冷门的题目 可是他要我去 好好的读书 将来回来 在学校教书 我没有 我 我没有跟他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我是唯一的叛徒 他们到现在都还 但我都是私下偷偷跑去找老师 我一两年都去老师家做 然后老师就跟我聊天 我们聊得很开心 因为他也是个基督徒 而且他是非常爱主的基督徒 当我们吸了这个信价之后 我们就慢慢的改变 你要知道你不可能像这个女人一样 这么大的改变 可是我们只要肯 你就会一点 一点 一点的改变 不用急 你不用害怕 你不用跑掉 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是听到那些所有的传道的人 都告诉我们要快快的改变 可是我因为在这种背景长大 你知道我无数次的挫折 因为像我们这种就是求好心切 人家说能改我们就改 后来才知道生命是很难改变的 对吗 生命是要用长的 生命是不能用改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有人生下来就会走路 你觉得呢 有的人等一下就肌肉都发达起来了 然后他的手就很灵活了 怎么可能 有时我们看孩子吃饭 掉得满地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说 吃饭也会掉满地 快快长 他长不起来 这个生命也是这样 所以这个良知换起来之后 你会慢慢的改 慢慢的改 慢慢的改 还是一个原则 要愿意改 我告诉你 愿意就有希望 不愿意就没有希望 第四 活水的生命能够使我们与神相互交往 这一个生命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说的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个灵 所以拜他的用心灵诚实拜他 父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耶稣说我就是你要交往的对象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相信这个耶稣之后 当我们有了活水生命以后 不仅胜过物质的需要这个生命 不仅满足我们意志情感 他也唤起我们良知 最后就来到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可以跟神互通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会告诉各位 我们里面都有一个 很对于无限的期望 对于无限的期望 人对于无限是有盼望的 你知道人为什么对无限有盼望吗 因为有无限 这是哲学家说的不是我说的 因为有无限 所以我们会对无限有盼望 动物它里面没有无限的盼望 所以他们没有对无限有盼望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无限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种族 人类所有的种族 无论你住在深山 无论你住在任何地方 都有敬拜的仪式 听得懂吗 因为我们会拜天拜人拜树 拜十八王公 那是一条狗 我们为什么要拜这些东西呢 是因为我们觉得 它比我们还更无限 听得懂吗 它比我们还更伟大 所以人类对这个是有一个憧憬的 除了人类以外 没有任何一种动物 是有这个东西的 动物就是拳头就是赢了 所以当人变成拳头都是赢的时候 它已经失去了人 你知道人里面基本上都是有神的 没有无神论的自然人 所有无神论都是被训练出来 跟培养出来的 跟说服出来的 因为这个是哲学家谈的 都不是我谈的 人是没有天生的无神论 因为人里面有一个无限的东西 就是说比这个还大是什么 比这个这是我们每一个人 你要知道一个再怎么幸福的孩子 他的爸爸妈妈对他多好多好 有一天他发觉他这个养子的时候 我问你找不找生生父母 你何必找吗 你听得懂吗 他他一定要找 因为这个没办法 这就是他对于无限的概念 什么叫无限就是我从哪里来的 我要找到我从哪里来的 所以在哲学家里面那边的研究是 人没有无神论的 无神论是造出来的 所以当一个无神论产生的时候 我告诉你 他的道德是没有底线的 因为无神嘛 道德怎么会有底线呢 我们不容易明白 你要知道 你敢举报你的父母吗 你敢杀你的父母吗 你敢杀人就很了不起了 你敢杀你的父母吗 你敢杀你的儿子吗 你要知道无神论就敢杀 我讲这个东西 你们一定以为我在筹划无神论 不是 是你们不理解 无神论是没有底线的 是没有底线的 可是人不是这样 人其实受造在一个无限的概念里面 我最近得到一个资讯 我告诉你们就好了 你知道我们这个地球存在的银河 天上有很多的银河 我们这个银河 我们这个银河 我们地球存在这个银河 这个银河 它的大小直径是十万光年 就是光要走十万年 光要走十万年的距离 光年是距离 十万光年 我们这里有十万岁的吗 没有 有一万岁的吗 没有 有一千岁的吗 没有 有一百岁的吗 没有 光要走十万年 才是我们这一个星系的银河系 我们这个银河 然后里面有一颗星 叫做太阳 地球是太阳的附属的东西 然后里面住了八十亿的人口 自相残杀 这样听得懂吗 然后这颗星系 这个银河系是一个小银河 然后这里面有两千亿到三千亿颗太阳 取中数 现在大家都取中数 所以是三千亿颗太阳 在这一个银河系里面 现在人类已知最大的 因为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多少 已知最大的银河系 是六百万光年 是我们地球 我们这个星系的六十倍 直径是六十倍 那就不得了了 直径是六十倍 那要多大 里面有一百兆颗太阳 这样知道什么叫无限吗 刚才念的是叫做有限 无限就是一直延伸 人对这个东西 什么叫做无限 所以活水的生命 就让我们说神在哪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放心 这世界绝对有神 因为人不会想出来 一个没有的东西 对不起 我是用哲学家讲的 不是我 我讲的你们都不要相信 因为我是很有限的 这都是哲学家公认的 所以人对于无限 有一个盼望 那就是神 神是创造无限的那一位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当我们与神交往 你开始敬天 注意听 你开始敬天 侍主爱人 敬天 侍主 侍奉的侍 爱人 这个就是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 就到你的里面 就变成这样 我告诉你 这个生命是很舒服的生命 你不会因为今天 多吃一口少吃一口 太激动 你也不会因为今天 这个人更爱我一点 那个人终于背叛我了 你太失落 你也不会因为你的里面 还有些道德还没有处理完 你对自己放弃 不会 就是这个生命 但是这个生命要慢慢长 最后 这个生命的结果就是 我们会愿意面对问题 跟承认救世主 我讲面对问题 那城里有好些 撒玛利亚妇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 说我术 他将我术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 耶稣在撒玛利亚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的里住下 他就在那里住了两天 你知道这一个活水的生命 进到我们里面来之后 我们就肯面对问题 我再讲一遍 这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刚才讲的是说 有四个生命 一个是胜过物质需要 对不对 一个是满足情感意志 第三个就唤起我们的良知 对不对 第四个我们对于无限产生盼望 而且我们就会跟神有互相来往 可是最后的结果又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了 就是在我们有生之年 有生之年 就在我们有生之年 我告诉你 发生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们愿意面对问题 面对自己的问题 你要知道 这个不是人能够做到的 所以人要面对你的问题 你肯吧 我不肯 我告诉你 要是邱娃对我不好一点点 我也不高兴 你知道吗 你面对你的问题 少叫我面对我的问题 可是当这个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上 我们就面对问题 你要知道人要改变 最重要的就是要解决 自己的问题 我们今天一天到晚 想办法解决别人的问题 我讲这个话 并不是我刚信耶稣基督就会的 我都不懂 我是最近这几年 我突然发现 最要紧的就是我必须改变 不是要改变别人 当我改变的时候 我自己最高兴 可是有一个结果 你知道吗 就是别人也改变了 因为他看到我 愿意改变 他也说 那改变也不错嘛 然后他也愿意改变 所以我对于我们这种教会 我其实是盼望很大 这盼望很大 因为第一 在里面的人 就是人数不增加 我们都没关系 因为我们自己改变了 最高兴的 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嘛 对不对 我们和我们做到的人嘛 就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 有帮助的人了 那后来别人进来了 他们如果不愿意改变 他们就会走 就让他走 你真的不要勉强他 可他如果留下来 我们就慢慢改变 我们也没有要求 每一个人都要立刻改变 但是我们可以慢慢改变 我因为以前 刚刚信主的时候 在一个比较努力的教会 我这样讲 我用努力啦 这样比较中性嘛 我就一直要改变自己 后来我就发觉很痛苦 因为他们叫我快快改变 我就发觉快快改变 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嘛 对不对 就装嘛 一装别人就 我以为我改变了 其实我里面没有改变 而且你越装越厉害 对不对 就好像化妆越装越浓嘛 对不对 现在大家开始 不太愿意拿口罩了 你有沒有发现 现在有个困难 拿口罩怎么办呢 我们男生还好 顶多胡子没刮 对不对 你们女生惨啦 对不对 因为你已经好几年没刮 没有化下半妆了 下半的脸的妆了嘛 要化起来好不好 我是真的有发现 现在姐妹那个眼睛跟眉毛 化妆术增加 提高很多的品质 Am I right 对不对 你看我还是有观察能力的啦 我发觉说 我现在为什么女人的眼睛 都特别漂亮呢 原来她是化妆的 但是要开始拿掉口罩了 我们学习拿掉口罩 好 慢慢来 慢慢改变 求主恩待我们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向你现在感谢 因为原来最美好的事情 不是尼哥底姆去找你而已 乃是你去找撒玛利亚妇人 她是一个当时种族被歧视的人 她是一个当时没有地位的女人 而且她的道德上 在当时被认为是很有瑕疵 连她自己都这样认为 可是你所赐给她的生命 你说你所赐给她的活水 要流到永远 只涌到永生 而这个生命竟然是 可以让我们胜过物质的需要 让我们情感意志得到满足 而且我们的良知被唤起 到最后我们竟然能够 跟你这位永生的神交往 谢谢你 我们的起步是我们会被改变 我们肯面对问题 我们终极会享受在你里面永恒 听我们祷告 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我们等一下 现在就可以简单用餐吗 今天对不对 或者我们等一下慢慢的 我们可以聊一聊 因为我们12点准时要开协会 协会就是这个教会 向政府登记的会员大会 其实就是我们很轻松的 我们会报告这一年 教会的状况给大家 任何人都可以留下来参加 会员是需要留下来的 然后我们吃一点东西 进来开个会 然后就可以上课 然后运动 愿神 师父各位 谢谢 アーメン